两个人呀 真的不能太贪心 我们常说一句话 欣赏一个人是始于颜值的 敬于才华的 何于性格的 久于善良的 忠于人品的 你知道找一个人 要依靠终身 我们看的是这个人的人品 你什么都不看 你先看颜值 过得去 然后一看有房 哎可以了 至于他所有骗你的种种 你全部都抛制于脑后了 你甚至给自己找借口 哎呀不就骗个年龄吗 哎不就辟了个照片吗 谁不辟啊 你真正擦亮自己的眼睛了吗 就特想问你一句话 姑娘你是嫁不出去了吗 不是可能就是 有点割舍不了吧 我是那种比较 有什么割舍不了的 一个人骗了你这么多 你还觉得他是爱你的 你告诉我 一段爱情 它是始于一种欺骗 你觉得这里面有爱吗 不要跟我讲什么善意的谎言 善意的谎言是看谁受力呀 年龄年龄骗 工作工作骗 家庭家庭骗 房子房子骗 他有一样是真诚吗 你告诉我 你不服气是吧 我觉得我是真心 你是真心PS的照片 你是真心骗人 你有多少存款 所以我觉得 你嫁人找男朋友 最重要的是要先看这个人的人品 是什么样的 他就空有一张嘴 说爱你的那张嘴 可是他真正的行为和行动在哪里 如果你要是认定 他的种种行为都是爱你的行为的话 那我跟你的交谈也到此为止了 你自己好好想吧 谢谢 这个看了照片和看本人 就是买家秀和卖家秀嘛 对吧 一般像这样的 你买到手里一看 这就七天免费退换了嘛 你为什么不退换呢 因为你有侥幸心理 这个侥幸心理就是 也许他真是长胖了吧 也许过一阵瘦一瘦 加上个滤镜 他就能恢复那时候颜值吧 你还抓到了他好多谎言的尾巴 但是呢 你又带着侥幸心理安慰自己 也许他真的是做办公室的 只不过是工种挑换了嘛 也许他真是打算跟我一起买房的 只是钱现在被借走了嘛 其实他都不需要费心去骗你 因为你自己在骗自己 你骗自己的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你想要的人从来都不是他 你想要一个 就是你自己设下的那一些 大概样貌 你脑子里其实都是有标准的 但是苦于只有标准 又没有人 所以当这一个人出现的时候 你就勉强把他套进去了 满足你的想象 但你不能跟想象过一辈子呀 你还是会觉得 即使是跟他在一起买了房子 房本上有了你的名字 你也不愿意让他去你单位里接你下班 你也不愿意带到你的朋友身边说 这就是我老公 为什么 因为无论是从外表 还是到他可能接受到的教育背景也好 家庭环境也好 自己的工作也好 无一处令你满意 无一处令你欣赏 如果是这样 你说你何必呢 你就像你非要买回来一件 自己都知道穿上去难看的衣服 然后套在身上 为什么 存心恶心自己呀 没走过一个橱窗 看到倒影里头 哎呀真丑 然后看到镜子里头 哎呀真恶心 余生你就打算自己来这样为难自己吗 你现在给他要求说 房本上写上你的名字 看上去你像是为未来能够增加一点安全感 是吗 不 因为你知道他实在太不符合你的期待了 你希望他的真情和他能给你的东西比其他人多 来证明你没选择错 如果你找到了一个你理想中的伴侣 我想你也可能不会说一定要写我的名字 因为你觉得我们根本都不会有分开的那一天 我根本不需要有任何的物质保障 因为我爱他 我就想守在他身边 然而当一个你不够爱的人在这里的时候 他只有做十倍二十倍一百倍 为你付出的事情 你才觉得仿佛你才配下架 不要再去考虑你们俩有没有未来 也不用去争论写谁的名字 更不用去揭露什么 他到底是个骗子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为了爱情不择手段 这个本身就是错误的小伙子 管你在那里自我辩解 或者自己觉得自己多冤 就是不择手段 我觉得我真是真心 哎呀 你真心想要 然而你也知道 那个是你要不着的姑娘 所以你用自己的包装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要的这姑娘来到你身边是虐你的呀 你怎么会愿意让一个女人每天嫌弃你呢 伪装可以得到她一时两时的崇拜和欣赏 等揭穿了以后 你就要面对接下来余生里头被这个人挑剔嫌弃 这样的日子就真的好吗 你为什么就不能找到一个能够欣赏你的 跟你踏实过日子的姑娘 然后这姑娘也尊重你 你也尊重这姑娘 过一个正常的日子 你非要把自己过成被人嫌弃的一生干嘛呢 所以都好好想想去 这还有啥好继续的 谢谢明大老师 招什么急呀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嘛 以后啊 别骗人了 骗人总有被揭穿的时候 自己好好想一想 应该怎么做 来我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年 我想 以后 我可能 变得会很好 希望呢 在以后的日子 你能 看见 我的进步 我不知道我现在要说什么 你一开始对我是很好 但是我现在我看不到未来 你知道吗 你让我想一想 我不知道要怎么去做 你给我一点时间 就 一点时间就行 我会 自力更生 改过自新的 可以吗 我现在 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你让我想一想 你说那句话的时候 就注定了 你改不了 给我一点点时间 我会更好的 怎么可能呢 谢谢两位啊 请回请回 来看一看这对嘉宾 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小梦还有什么跟他说的吗 我已经预料到了 嗯 我觉得呢 他 也就是想找一个依靠吧 然后我可能是不是太符合 以后再跟人交朋友的时候 还编那些背景吗 不会了 其实你真诚的相爱的话 我相信你会找到真爱你的人 谢谢您的分享 来请回 当一段爱情已欺骗开始的时候 这就应该是他原本有的结局 如果今天小梦通过我们的节目 可以认识到只有真诚相待 才能守来真爱 我想对他来说 就值了 有没有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 你在场上特别痛哭流涕地在讲述 你觉得一段非常非常难过 非常痛苦的感情经历 我们并没有感觉到 你自己认为你在这段感情当中 付出了很多 只能说你在这段感情当中 付出了很多 可是对方没有感受到你付出了很多 包括现场我们也没有感受到 你在这段感情当中 付出了你所谓的 你自己感受到的那么多 就是你加进去太多 你情绪上的东西 你压根其实是看不起他的 就像他的家人看不起你一样 你心里非常清楚 你去他们家 两个菜打发你 为什么 为什么来了又看到 贴了你的二维码 不高兴了 因为你是那个不被尊重和认可的女朋友 所以 我想说的是什么 不管别人怎么看待你 不管别人对你有什么样的偏见 你首先得先尊重你自己 你要是觉得你的嗓子很值钱 你要是觉得我唱歌自食其力挣来的钱 我有这个实力 我可以独立的话 我看不起你 我就不跟你在一起 你再找下一段感情去 为什么非要在这一个漩涡里面 这么多年 纠纠缠缠 而且很可笑的是 你们才二十三四岁啊 怎么就感觉活到了人生的后半段了呢 所以先自尊 先自爱 然后别人才能尊重你 不要纠缠什么经济上的支持和帮助 他在没有经济和收入来源的时候 你还愿意跟他在一起 不离不弃 那是你的伟大 你现在翻回以后 拿这个事来说 我跟你那么多的经济支持 然后现在你不应该把这个再还给我吗 那不就成交易了吗 不管我怎么骂他 始作俑者是你 甭管怎么样 人家姑娘跟你是一颗真心在一起 但你却丝毫没拿出来真心待她 你作为男人 二十四岁成年了 没有责任 没有担当 上面让自己父母支援你开始创业 下面让女朋友支援你生活 你干什么了 然后上面跟父母交代不了 说不好 下面哄不了女朋友 你跟父亲说一句 点都是他帮我一手打理起来的 怎么了 你爸妈是那么不通情打理的人吗 是你一开始在你爸妈面前 就没有帮他树立好形象 就觉得他是来占便宜来的 我们爸妈掏了钱 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钱 给你创业 支援你开了个店 二维码贴成他的 那不就是来抢我们的钱吗 你爸妈心里怎么想的 怎么说他的 你能不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 不要再在一起纠缠 再在一起下去互相折磨 而且这么多年 那个小的时候 已经留下很不好的阴影 在这个时候无法弥补 两个人性格都有问题 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分开 谢谢 陆琪老师 还是付出了很多 我觉得我能感受到 而且这个付出 可能对于这个年纪的女孩子来说 你会觉得是付出了生命中的 不说全部吧 绝大多数 但是我还是要跟你说一点挺残酷的事 你的爱它承受不起 它已经被你的爱给催垮了 你这种爱是什么爱 你知道吗 叫自我牺牲式的爱 你给的过度了 给的过多了 爱是心手相连 志同道合 你现在跟他志不同 道不合 你们在不同的道路之上的姑娘 我们不要永远去抓住一个 应该路过的人 因为那样你不仅燃烧了自己 也会让他很痛 就这样 谢谢陆琪老师 年少时期的选择 大家觉得是年少 少不经事 过了 读了 诗了 成熟了 为什么还要陷入进去 你我没什么好说的 反正你也不珍惜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年 咱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我觉得你真的像我的亲人一样 可能很多东西我没有主动给你 但是你能说着来的我都在做 我可以 抛弃所有的东西不顾 我还是希望和你在一起 我真的 觉得你就是我的亲人 你现在就像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揭示一句谎言 你妈是你的亲人 是 就一个男人为了你 抛弃了他的亲生父母 所有东西都不要 这种男人能相信吗 爸妈的事情我会处理好 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看看这对嘉宾朋友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看 我爱你 你爱过 我们再也找不到借口 就像是第一次 一起飞着爱情的时钟 我爱你 我爱你 若干年后 这女孩又会说 我为了你 我顶住了四位老师的压力 所有人都不看好 只有一点荒谬 来来来来 接下来的时间就属于 这对经历了磨难的恋人 来吧 我们一起来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云宁 你放心吧 我不会让你选错的 我一定会处理好所有的事情 证明给所有人看 别哭了 别哭了 来 请亮灯 谢谢两位的分享 请回 人生之路都是自己选的嘛 我们尽力做了表达就好 我们尽力做了